啊 丢500啊 哦 呸 怎么这么巧 我给您捡着了 呸 在哪儿捡着的 操场呗 啊 啊 我给您送家去啊 什么 您要亲自来案发现场啊 行 我在这儿守住带兔了 好嘞 哎 好嘞 妈 哎哎哎 哎呀 我妈今天上午丢了500块钱 老太太在家可着急 这钱好了 啊 找着了 你说我妈得多高兴啊 啊 哎呀 太高兴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呀 哎哎哎 你谁呀 大哥 哎 请你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好人一生平安 不是 你别说话 我还没谢完呢 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可不多了 捡着钱了 你不往自己兜里穿 你就赶着傻傻的处着等着施主 实情不媚这四个字 谁编的 不是我编的 就是你编的 不 就是给你编的 大哥 再次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好人 一生平安 哎哎哎哎 我说哎哎 站住 站住 你回来你回来 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 我实在是没有词了 我知道你没词了 下面该我词了 我跟你说 这个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明白 故意一句 你的 不是 这钱不是你的 应该的 这钱不是你的 谁的 不是你的 最后一个了啊 不是 这钱真不是你的 大哥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 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 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我跟你说 这信封也不是你的 这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大哥 啊 你多大岁数了 我四十六 妥了 只要你把钱给我 肯定对你有好处 大哥 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你在哪儿工作呀 青山墓园 我没事跑你那儿干啥呀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 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 我给你打折 你拉倒不到那天 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 我就躺那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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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你可到不了我们那儿 到我们那儿的呀 都装盒了 哎 不过你造型 盒上都有这个小照片 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 到时候 我在你这个四周啊 免费给你种上这些花草树木 在大米的十八里相送 我保证 到时候所有墓园子里 住在河里 全都羡慕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儿 那他们一激动 不会再蹦出俩来吧 你在河里呢 你怕谁呀 这咋说了说的 还把我说走了呢 不是大哥你看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丢了你捡着了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 我岳母啊丢了五百块钱 我今天发奖金 我就从我这里边拿出五百块钱 假装告诉她 这钱找着了 明白吧 这钱不是你的 啊 我不信 你怎么还不信呢 我不信 有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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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不能有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呢 这钱真是 哎哎哎 干嘛呢这是这是 顺风没你的事 我跟你说 他也 大哥你来的正好 你给评评理 我丢五百块钱 他捡着了 他编个故事 他不想给我 哎呀大妹子 我真没拿你的钱 我这 你别说话 哎你不是我的妹妹吗 谁呀 谁是你的妹妹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钱顺风哥哥呀 我怎么不记着 我有你这么个哥哥呀 我问你 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王青山 啊 是不是个卖楼的 啊 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 啊 你听听 死人活人的钱 人家家全挣了 哈哈哈哈 妹妹 我要承包你父亲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 你父亲他他暂时还没答应 我还见了你一面呢 哈哈 你看这缘分不 啊 你看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妹妹 是啊 哎呀怎么回事啊 哥哥我跟你说哈我丢五百块钱他减着了不给我 不是说话你认识他最好了 你先别说话他不是我妹减他钱 哈哈哈哈 妹妹你丢了多少钱 五百 哈哈哈哈 你这是多少钱 五百啊 对上了 怎么对上了 我问你你这五百块钱哪来的 哪来的 我特意捡来的 哈哈 人家丢了五百块钱 你特意捡了五百块钱 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哎 还没拿走 怎么你给他呢 哎 人家的钱 怎么给他 那是人家的钱 哎呀 你看 你看看 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个屋檐 你说这茶几来 你俩往这一站 你让大伙看看 就这长相 哈哈哈哈 我们忽略长相 为什么要忽略 我们看内在 哈哈哈哈 你很正啊 你来看看你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亏信不亏信你 哈哈哈哈 对吧 还得是你 哎 哎 你别说话 不是 你站这 你站这 哈哈 妹妹啊 你回家以后啊 跟你的父亲王总 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 哎呀 哥 哎 你放心吧 那事就包在我身上 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 对不对 对对对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的 你真 真啊 哎呀 太好了 不是 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算数吗 哎呀 妈呀 哥 到时候我写party 我开我往地下一亮 我满嘴啪啪啪一顿涂漠的 我爸那啥不答应我呀 哎呀 唉呀 你要抽风呢 抽风我也把这事给你办明白 行了 拜托 哥 正下去 再见妹妹 不是 哎 你别走 这钱不是你的 你别走啊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人 那钱不是他的那是我的钱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你知道这钱是我的 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 哎呀大姐夫不就是五百块钱吗 我告诉你 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 我挣的可不止一个五百 那就是上万个五百 到时候三分之一是你的你要不要 不要啊 我问你五百块钱是谁的 他呢 完了吗 不是陈政府你老干这事 你知道什么呀 什么我不知道啊 妈今天早上丢了五百块钱 明白不 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 我今天物业发了一千块钱 我怕他生病 我从里面拿了五百 告诉他这钱找着了 明白不 你说你这五百块钱拿走了 怎么整 妈丢了五百块钱 啊 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五百块钱 就说是捡的 对呀 你神经病啊你 你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 你你五百块钱没了 怎么整 不等会 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一千呢 那应该还有五百啊 对呀这不还上五百吗 你把他放信封里给妈不就完了吗 不是不是那那那我就没钱了 我没法跟大伯利交代这事啊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会神经病呢 我当不了神经病 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你从工程里面抽出来五百块钱就抽神经病了吗 你就当神经病呗 你每次老这么当我 我跟你说 你妈妈 measures dinero 哎 Gore 钱找到了 找了找到 对不给妈 别着急 在顺orian那呢 五百 哎呦 哈哈哈 哎呦 这钱真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太好了 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 不找没事 没事 哎呀 真高兴 真高兴 对了 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 哦 妈呀 好酒呢 哦 哎呀 我说 这钱到底人俩谁捡的呀 妈 这钱嘛 我 妈呀 以后你丢了钱呀 千万不要着急 容易高血压 有你二姑爷呢 丢了钱 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 哎呀 哎呀姑娘啊 你捡着钱咋还让你大姐夫给我打电话呢 对呀 那你捡着钱咋还让我打电话呢 是啊 我让他打电话不是想抬抬他吗 我是想抬一抬他 让他在家里显着孝顺您呐 哎呀姑娘啊 你说你在咱们家这些年哈 那妈一直以为 你身事都拔结啊 处处压着你大姐夫呀 你说这俩说进步这么快呢 还知道抬你大姐夫呢 对 他抬我 他使劲抬我 他把我抬得高高的 他打算把我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说啥呢 二姑爷啊 你真正啊 今天那红烧肉 你挑瘦的吃 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不是妈 肥的我也爱吃 肥的 妈那我吃瘦的 那你吃肥的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 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我爱吃肉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是 我大葱我也喜欢摘点肉末吃 好好好 妈用那个肉皮切丁 给你扒了碗大酱 这大葱敏大酱 管够糟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 这还 对不对 等着 上那边吃肉皮再这样啊 这孩子还学会争丑 吃肉皮就不错 优历啊 你说什么 谁谁钱丢了 谁就钱了 没丢呗 我没丢 我找着来 我丢了 你看 我就说嘛 三人行 必有一丢 来 这回拿好了啊 你等会儿等会儿 什么叫拿好了 你给问明白了啊 他丢的 这真是他丢的吗 我问问他先啊 你丢钱了 我丢钱了 丢多少钱呢 500 你问 啥丢的啊 啥丢的 我妹夫一来 我稀里糊涂丢500 稀里糊涂 哎呀妈 那你稀里糊涂丢的 我可不能稀里糊涂 就给你 对不是 是这么回事 我岳母啊 今天丢了500块钱 你等会儿 这是你岳母吗 对我岳母 丢500块钱了吗 找着来 哎呀 人家 找着了 跟我说你这小伙 你想要我这500块钱 你直说不就得了吗 不是 我没想要你这500块钱 我确实丢了500 啊 你确实丢500 你丢那500 长什么样啊 长什么样 100一张的 一共是五张 可端正了 你你说准了 是吧 我说准了 旁边这小伙子 站这半天了 长得气宇宣昂的 我问问他 让他看看 兄弟我说句话 你你能跟我说实话不 我长得就是个实话 我问你个事呗 你说 你看这钱长得 跟他说的那是一样的 你看看 我看看 哎呦 大姐夫 这钱真不是咱家的 等会儿 你管他叫啥玩意儿 大姐夫啊 那你们是一家人呐 那是我岳母啊 你看都是一家人 你就能说真话 怎么着 你这个人呐 很正啊 哎呀 我说他大姐夫啊 这钱呢 的确长得很端正 五十一张的 能共十张 跟你丢那500 一点不脸像 哎 等等 阿姨 哎呀妈呀 这钱不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哎呀妈呀 你家这啥家风啊 怎么听说有人丢钱了 全来认领啊 孩子 那那钱真是我的 我刚被银行求出来的 哎 你看看那新风里头 好像还有个回纸单 我看看有证据吗 你看看 妈呀 真有这么个回纸单呐 你给我说 怎么写的 回纸单写的啥呀 那个九点半 九点三十分 公务行 工商银行 取款 取款 哎妈呀 这整是他的啊 是人家的就憋在这闻了 冒充什么警察呢 太不好意思了 刚才冒犯您了 您收好了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大妹子 看见了吧 我没说瞎话 他就是丢了五百块钱 你别说了 说啥说呀 这么简单的事 你反反复复 你说不明白 你说这俩姑娘往这一站 你看看你 长这么好看 你亏心不亏心呢 你再看人家长的 我们必须忽略长相 你人很正啊 慢走啊 慢走啊 哎哎 不是孩子们呢 这不对呀 我这个钱找着了 我这钱是谁的 啊 说什么 你在哪儿捡的这钱呢 哎呦 这个钱是在哪儿捡 我小姐 哪儿捡的 从我兜里捡的呗 对对对 这是我大姐夫的 给给给给给 哎妈 你瞅你这俩孩子 这到底啥事啊 给妈都照蒙春了 这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话 妈 我跟您说实话吧 哎 您不是丢了500块钱吗 我怕您着急上 我再生出病来 我今天物业 发了1000块钱奖金 我就从里面 拿出500块钱 假装给您捡着了 明白不 这是你拿出来的500块钱 啊 你神经病啊 不是不是妈 这问题是 他前面来了一个神经病 把我500块钱弄走了 啊 还有这事 可不吗 行行行行行行了 500块钱妈给你了 你就完了 你就别说别的了你 什么 我告诉你 这500块钱确实是我大姐夫的 啊 那500块钱是一个小姑娘 一个小妹妹丢的 她捡的 大哥 哎呀 你怎么又来了 哎呀 大哥呀 我回去一翻我那个包啊 等会儿 我没捡着你的包 不是 大哥我包没丢啊 我不但包没丢 我该我那包里还翻着我那500块钱了 我钱也没丢 所以啊 这500块钱 真是你的 你看看你看看 我没说瞎话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看 我是不是孝顺老人来的 是大哥所以你跟我说你那孝心的事也也是真的 你看你还不相信 你看我妈好好解释解释 行行行行 别别别别说别说了 1000块钱都回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你 你真是你真是你 什么说话闭嘴 不要脸 妹妹 哎 你回家见到你的父亲了吗 他见着了 哎 我们俩生意的事你跟他偷疯了没有 不是 你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哥 我都吐墨子了 我把这个事啊 前前后后的这个经过都跟我爸爸说了 太好了 我爸说了 你这人啊 你耍心眼 对于你这人品就给你归了俩子人 歪歪 反倒是你啊 大哥 你这个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一点都不亏心 继续漂亮下去 哥 你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那你就是 现嘎的用 哎 哎 不是 啥意思啊 鲜呢 哎呀 我说顺粉的顺粉啊 这么些年 你这老毛病咋就不改呀 你真是踏着你姐夫的鲜血 踩着你姐夫的鲜血 肩膀 抛着你姐夫的头发往上冲啊 大姑娘 哎 回家吃红烧肉去 不是妈 我能吃红烧肉吗 你颜值这么高 吃 明白 我是靠颜值吃饭 你 想我做什么 要想你更难的 说 要想我做什么 你更难的 说什么 你更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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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